我们请看到61页的立体率 61页的立体6 61页的立体6 这个问题的比较特别一点 跟我们的立体5有什么差别 立体5的话是给了一个问题 去找极限 立体6的话 直接的给我们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说有一个limit的市值 老师把它超一下 a4-1 a4-1分之 a4-2分之 加a4加4 他说这个极限叫做存在 然后这个a会等于多少 还有这个limit的答案会等于多少 这个问题为什么说跟立体5不太一样 立体5的这个式子里面他不会有一个a的x 就是说这个系数他不会有一个不确定的答案 然后叫我们算limit 立体6他现在是说这个式子里面呢 有一个未定系数a 但是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极限是存在的 极限存在的 所以要我们先把找出来 先把这个a找出来 所以这时候大家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按照我们极限的一个计算的话呢 靠近1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把这个1会带入到分子跟分母 看看他也许像我们在昨天立体5的时候 我们会做到那种0分之0型的 或者是无限大减无限大的这种型的 那这两种我们大概都是要去做一个 化检 让他不会产生零分之零 也不会产生无限大减无限大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1 做代入的时候会发现他变成是分母为0 那分子就怎么样不确定 那可是他告诉我们说他的 极限是存在 那所以就代表说这个的类型他都要 像我们的 昨天立体5的第一类型就是 0分之零这种 就是说他的这个极限 我们要必须 透过一个化解模式 把这个类型怎么样找出来 所以这个类型他就会符合 我们必须 符合0分之零的这种类型 那么 代表说真的 这个模式的原分也要 而不会产生 产生无异的 所以代表说分子 是0 所以这时候我们针对分子的部分 我们去做 F1会怎么样 针对分子的部分 去做代入1的时候 1加a加4 会怎么样 A就会负 A就会负 A负找到之后 我们去请查分子 F1 是x2-5a加4 所以这个就可以去做 普通的分解 叫做x-1乘x-4 所以 我们再把它 带回到我们的密合式里面 所以 x-1 靠近1的时候 x-1乘上x-1 x-4 所以原来我们的分子分解 x-1乘x-4之后 这时候 他的两个x-1就可以消掉 原理一样 x靠近1 所以x-1 不会等于0 所以这两个是可以消掉的 那这时候我们的limit的式子 就针对x-4来做一个计算 所以就是1-4 就会得多少-3 就得-3 所以 立体六这种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在 61月这边 课本写的过程 写的 就是比较复杂 就是说 其实 课本的做法的第2行跟第2行 去 他其实也就等于说是 把这个x-1要尝试去把它消掉就可以了 那原则上可以不用写那么多 原则上我们 既然你已经告诉我 实现这个答案是有的 是存在的 那就代表说这个分母他一定可以怎么样 约分 那分母可以约分是谁跟他约分 一定是分子去跟他约分 分子去跟他约分 否则这个分母他不会 这个 凌空就消失了 无缘故就不见 所以这个想法上 就是说这种类型的问题 既然告诉我们说他的极限是存在 他就会符合0分之零这个类型 0分之零这个类型 那所以 当然我们不会希望分母是零 利用这个 形态把分子等于零去做一个计算 我们就可以把 A的单做出来 A的单做出来之后我们再去算 分子的分解 那最后就可以得到我们的极限负散 所以这个类型大家务必把它勾起来 这种类型就是属于一种 也是极限的变化型 极限变化型 我们大概就是要注意到 看我们在昨天立体舞这种类型 有一点 引导性的作用 有点引导性的作用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特别注意一下 在极限来讲 这种问题就算是比较 变化型的问题 变化型的问题 来一次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 学校内息也是 差不多 61页的学校内息 那 他的这个 极限的式子 X靠近 靠近3 X-3分之 X2-X加A 他也是说这个极限会怎么样存在 问A 还有这个极限 会赔多少 来所以这时候 那类似体的话 也是让我们观察一下 这个MIT一个分子分模 极限存在 那 3 带入分模 当然是0 带入分子不确定 因为它变成是有一个A 对不对 可是因为它是极限存在 所以它也是一样和我们的立体6是属于零分之零型的 大概简单注记一下 它是属于零分之零型的 那就代表说我们的分子的部分 我们去做F3 会等于零 会等于零 所以就请你把分子带3进去 9-3加A会等于零 所以代表说这个A会等于多少 负6 这个A等于负6 所以A负6找到之后我们的分子的部分 A4-2-6 重点就要去做分解 变成A-3 乘上A加2 乘上A加2 所以这个分解部分我们就按照博主的 十字加成法 可以很容易把它分出来 那这时候再带回来我们的 问题 A4靠近3的时候 A4-3 A4-3 A4-2 所以我们可以消掉的部分就是A-3 这两项 因为 A4靠近3找极限 它不会等于3 A4-3是怎么样 不等于0的 代表1-3是不等于0的 不等于0的两个数就可以去做月分 那所以我们极限会划减到剩下什么 剩下 X加2 去做一个极限 去做一个极限 所以这个结果就变成3加2会等于5 3加2会等于5 所以我们的61页立体6这个类型请同学特别注意 这个 存在的这个意思 存在这个意思代表说你可以找到一个答案 不会产生无意义 不会产生无解 那所以我们就去思考说 3加3加5了之后 这个分母会是0 你这样看如果分子不等于零 那其实就真的是无解 但是 既然他是存在有答案的情况之下 代表说我们的分子 他可以 把这个分母的A-3 去做一个效量 所以我们就要去想办法把这个A找出来 把这个A找出来 那之後再去做這個極限 之後再做這個極限 所以60額的力量有這個類型 我們情況會把它勾起來 就是說這種 問題是我們在做極限的時候 算比較有點變化的 他不是直接把它帶進去 而是說 間接的先透過一個 透過一個運算 把我們的 分子去做一個分解 然後呢 再讓他跟我們的 分母去做一個消掉 所以我們的立體6 的兩個問題 我們大概就請同學注意到 請同學最高 來下面我們 就到61月最下面這邊 這邊他雖然說是用計算機 來觀察機器 但是 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函數 所以老師這邊先用 繪圖程式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 問題的 一個圖形 然後我們再來看他的答案 怎麼寫 來幫忙把這個 先關一下 我們換 切換到另外一個 我們的 繪圖軟體 我們請看到這個我們的畫面上的這個是有機報的汇圖 對 那那個 老師之前講說那個有一個綠色的Mark的那個 Desmos Desmos 以前是只有App 他在平板或者是手機上可以下載來使用 然後老師發現他的那個 你如果在Google裡面打Desmos的話 他 他現在也提供了一個 算是 桌機上可以使用 不過他那個應該算起來是網頁 他就變成說你每次 要用 如果在地腦裡面要用Desmos的話就直接把它 算是 就 就直接按他的超連結就可以用 所以 我們大概跟同學講一下 來 注意到我們的60頁的最下面這邊 60頁最下面這邊 他說 利用計算機觀察極限對不對 他觀察了極限看到倒數第二行 他有一個 sinX除以X 那所以 我們在最後面這邊他說 要去 X帶入什麼 支付1R 支付0.12 然後我們去找 sinX除以X的值 所以這邊老師就直接把這個函數呢 把它的圖形做一下 然後讓我們先從圖形來觀察 我們再看看他的一個 那個實際函數值的狀況 那我們這邊就是這個紫色的圖形 我們已經 其實就在這邊直接輸入sinX除以X就好 61頁的 最下面這邊我們針對sinX除以X 我們去做一個 他的圖形的探討 那現在呢 這個圖形我們先 縮小一點來看 你會發現說其實他有點像 有點像 這個 這個這個一條水平線 不過因為現在我們不要是拉得很 拉得比較密集一點 今天我們如果把它放 放回來一點 就是說本身這個sinX 它是一個 波浪型的一個圖形 我們在去年 高二的第三側 我們講到過這個圖形 它是像一個波浪型的圖形 就是大家如果忘記的話 我快回憶一下 Y等於 SINX 來 當然這時候兩個顏色打架對不對 打架沒有關係 我們把它換一下 我們把它換一下 就是 我們把它換成 綠色好了這樣子 好來 所以注意到目前我們畫面上所看到的是 藍色的 圖形就是我們61頁最下面所舉的那個例子 叫做sinX除X 那綠色就是sinX 所以大家可以 對照一下 就是說 原來我們正選的圖形 就是像這個綠色的這個圖形 是像 海浪一樣 這個有高高低低這樣子 那現在這個 61頁最下面所舉的這個例子的圖形 是sinX去除以X對不對 就代表說 我們要拿一個正選的函數值 和本身這個X值去做 除法 譬如說這邊X 然後假設這邊X代1的時候 sin1 去除以1 sin2 去除以2 sin3 去除以3 那這樣的圖形 為什麼變成 像我們畫面上所看到這個藍色這個圖形 說原來這個 sinX圖形 它就是這樣很規律的播放形 這樣上上下下對不對 它是一個周期函數 那麼 這個藍色圖形 怎麼看起來 譬如說從這個大概 從這個負左邊就開始變得很平了 接近X走 同樣道理這個 往右邊看也是一樣很平對不對 那中間這裡才稍微上來一點 為什麼 其實很簡單 就記得說 它是sinX去除X 所以你看一下 假設隨著X的坐標變大 我們就先看正數就好 因為它其實它是左右對稱的 它是左右對稱 大家想一下 那X坐標 從1往2往3往4往5 這樣慢慢變大對不對 A坐標是不是越來越大 可是呢 sinX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綠色圖形 它是一個周期函數 它是一個很規律的 最高點 最大指是正1 最低點是負1 所以這一個sinX的答案 它都是在正負1之間跳跳跳跳 那 所以隨著X的增加 假設我們先看X往正的方向走 你想想看 分子這個數目字 它 最多到正1 最小到負1 對不對 然後呢 分母 它隨著X 從1往2往3往4往5 一直 逐漸變大10 15 20 所以分母會越來越大 分子固定都是 大概零點幾的一個小數點 所以當然做完除法之後 小數點的一個零點幾的數據 除以X值會越來越大 那當然 它就會趨近於0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說 我們這一個 這個函數我們再把它做到拉小一點 拉到這邊已經是60 你會發現幾乎這個藍 這個藍色的圖形 它大概跟我們的A走已經貼得很近 貼得很近 所以 會產生這樣的一個圖形 那麼再看回來這邊 就是說你會發現說 我如果 這個X值 如果就是貼0.1、0.2的時候 變成貼0.1 除以0.1 這個時候 它的函數值就比較大 就比較大一點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現在我們這個問題 要觀察什麼東西 61頁的最下面這邊 他說X 帶入正負1之後 帶入正負0.5之後 這樣子去觀察它的函數值 對不對 所以這個表 課本已經有大家看到62頁這邊 我們看到62頁的上面 這裡有個表 62頁上面這個表面 發現非常的密码碼對不對 它的小數點寫到幾位 1234567 那小數點寫到九位 那這個小數點 當然是透過計算機按出來 所以這個 這個部分 我們62頁上面的表格 就是透過計算機的使用 你可以發現說 我們帶V1的時候 帶正負0.5的時候 帶正負0.5的時候 分別去算它的函數值 分別去算它的函數值 所以按計算機的部分 老實就 就 不帶你們按 基本上你們按就知道說 反正 譬如說X是負0.1 你就是按 去除以負0.1 這個就照著按就可以了 反正 這個不會很困難 那現在我們就觀察一下說 他是要 Limited要找誰呢 62頁的表格下面 我們是針對0這個點來做 極限的討論 所以針對0這個點 所以我們就把它放大一點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我們的3頁圖形 先讓它消失 我們就專心看這個 藍色圖形 而且就是看誰 我們就看0這個點 我們看0這個點就對了 這樣把它按下去 等一下 這邊的 這個結果 麻煩不要 靠近 來我們重新按一下 就是 A點 來所以這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變成說 這個A點 我們讓它去 動來動去 我們讓它去動來動去就對了 讓它去動來動去 那你會發現 當老師這個A點 如果到Y軸上的時候 它是不是 出現了一個 問號 出現問號什麼意思 就代表說 我剛才不應該讓它停在那裡 來這個 重新翻一下 它現在消失了 因為當你在Y軸上的這個點的時候 其實是代表說它的那個 Y坐標是0對不對 Y坐標是0 就代表它分母是0 所以事實上就是叫做 不存在 所以 現在老師移動這個A點 我們現在是從 左邊 0的左邊靠過來 那麼你會發現 它的Y坐標就會接近到 1的這個數值 對接近到1的這個坐標 那今天這個A點如果 從 對不起 從0的右邊靠過來 這邊現在0.5 0.4 0.3 0.5 0.2 0.1 其實它就 外坐標都會接近到 1這個數字 外坐標接近到1這個數字 所以我們從 這個圖形上面 B點我們另外點一個點 來來來這邊 我們現在就有A點有個B點 B點就是 把它想成從0的左邊靠過來 A點就是從 0的右邊靠過來 但這兩個點都不能跑到Y左上 因為跑到Y左上 事實上就是產生了分母為0的 這個 無定義的這個點 所以它剛剛圖形上就會出現一個問號 就會出現一個問號 我們如果把它拉搭一點 我們把它拉搭一點來看它的這個結果 所以 所以它雖然這邊 它圖形是接在一起 那麼 但是呢 事實上 在 我們再等一下 來 所以事實上我們這邊 大家看到左邊這裡 我們點了一個C點 其實就會 出現一個 問號代表說它是 代表說它的 函數值 事實上是 不存在 那 我們可以 從 我們移動這個A點 和B點 就會發現說 它們的極限會趨近於E 極限會趨近於E 這樣子 所以62頁上面這個圖形 62頁上面這個圖形 我們大概就讓同學們 對不起 60頁上面這個表格 這表格答案大家必須按就可以了 那反正按起來你會發現 它的那個9位 它9位小數 它從 2個9到4個9到5個9 對 那所以我們這個 會土軟體上面就直接都把它進位成為E 代表說它的極限就是E 那極限就是E 來 那麼下面我們就看到62頁的所要練習 所要練習它是要問的是Tangent S去除X Tangent S去除X 好 那所以這時候老師把這幾個點 不要的點先把它去掉 好這幾個點 不要先把它弄 C點就不要了 好來 那麼這時候呢 我們的Tangent S除X的圖形 你會發現它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看起來 會以為好像跑路線對不對 但我們把它縮小一點 好你會發現它的圖形 如果我們把坐標 去把它做密集一點的時候 它是類似像這個樣子 好類似像這個樣子 就是說把Tangent S去除X之後 會變成像這個樣子的一個圖形 那當然 我們先回憶一下 Y等於Tangent S 它本身原來的圖形是什麼樣子 好這時候兩個顏色很接近 沒關係我們再把它調整一下 我們一樣弄一個綠色的好了 弄一個綠色的好了 好 來所以注意哦 我們綠色的這個圖形 有點像拉長的S型的這個圖形 是Tangent S Tangent S 除以X Tangent S除以X就對了 那所以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說 隨著X的增加 或者 就是說 隨著X的往右邊增加 越來越大 或者是 X的往左邊 越來越小 那 本身Tangent S 它都會 有一個答案 而且本身Tangent S 它的植域 你可以從這個綠色的圖形 可以看得出來 本身Tangent S 它就是 可以往正負線大 可以往負線大 所以它不像剛才我們的 Sine X那個圖形 Sine X 因為它分子永遠都是正負一 因為它正負 正負一之間的小數的這個數點 所以隨著X變大的時候 它就會越來越趨近一點 但是 可是Tangent S就不會了 所以Tangent S本身 我們這時候在把Tangent S 消掉了 所以這個紅色圖形 發現說 它和Tangent S一樣 它也是會 往正負線大去 因為本身Tangent S 它的 這個植域 它就是會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但是呢 現在我們 我們並不是要看 這麼多的Tangent S 我們只要看誰 來我們一樣 這個 62頁的這個 Sine X 它希望我們看的極限值是X710 所以也是一樣 怎麼樣 所以我們一樣點幾個點來看 它趨近於0的時候 大家可以查 大家目前你看 圖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其實 當X趨近於0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接近到1 那我們一樣 像剛才一樣 我們點幾個點來看 好 比如說我們點 從0的左邊 還有從0的 右邊 還有本身 我如果就點在Y軸上的時候 然後點在Y軸上的時候 來這時候呢 我們的A點去做一個移動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我們讓A點去做一個移動 從0的左邊靠過來 大家可以觀察我們左邊這邊的這個坐標的變化 從-0.4到-0.3 其實它就已經很大概都很接近1的 因為我們這個 揮塗軟體的這個坐標 它都是經過45度的結果 同時在B這個點也是一樣 從 0.9 0.8 0.7 靠過來 它就已經接近到1了 接近到1了這樣子 那本身注意哦 你會想說 這個C點這邊怎麼會有 這個答案是1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Tangent0度 Tangent0度答案是 那個 Tangent0度的時候 Tangent0度它其實答案是 不存在 因為Tangent90度 對不起 講錯 Tangent0度是0 Tangent0度是0 那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這個C點 這個C點 它的 等一下 你看是在這個 C點沒有點到它的圖形上 我們要 翻掉從哪一次 我們要點在圖形上 然後它就會跟著走 來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剛才因為沒有沒有點在那個圖形上 抱歉 再改一下 我們現在呢 這個C點如果點在圖形上的時候 事實上你會發現 它也是會造成一個問號 因為 Tangent0度本身是0 那麼X帶0的時候也是0分之0 也是0分之0 所以這時候我們只可以透過我們的 0的左邊的A點的動 動來動去的變化和 V點字在0的右邊去做變化 它會都會怎麼樣 趨近於我們1這個數 趨近於1這個數 所以我們從 就是說62頁的所要念起這個地方 我們從圖形上可以觀察到 它的這個極限的答案 事實上就會等於1 它也會等於1就對了 但是呢 如同我們這個圖形上所顯示的 這個C點如果直接 直接點在圖形上 它是無益的點 因為當我們的X座標是0的時候 我們的Tangent0 是0 X也是0變0分之0 所以我們在圖形上是不能點 點到一個一個座標 它這邊出現問號 代表說它是一個無益的點這樣子 來那這時候我們看一下 我們知道圖形的狀況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看看我們的 實際上的這個 大計算機的結果會是怎麼樣 我們這邊帶大家看一下 來所以這裡我們的 科內的內容 來所以這邊我們看回來 在這裡就是 在這邊下面 來所以剛才621的上面這邊 621上面這邊的話呢 這表格裡面 就是說我們實際上 就按計算機的結果 你會發現 它是在1的時候0.84對不對 0.5的時候0.95 那0.1的時候0.99就已經出現兩個9 0.01就有4個9 所以我們去做一個極限的判斷 的時候就知道說它的 當接近於0的時候 這個函數 3x除了1的話 它的極限就會接近1 你會發現隨著 右邊這邊的x 就是慢慢靠近1 叫做靠近 靠近0 靠近0 所以0這個點的右極限 那左邊就變成是0的左極限 那這兩個左右極限都會接近到1的這個數字 那當然我們剛才看會圖軟體上面的時候 其實當你x在0 它是不存在的 所以圖形上根本點不出來 根本點不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 老師希望你們就是 可以把這個除了會按計算機去判斷這個答案之外 也從圖形上面去做一個 認識 做個認識 來我們這個 主要內行的這個表格 大家就可以下面這邊 是不是就不讓你們計算機到 自己按就可以了 就是說Tenget x去除x的時候 隨著x是1來 帶入1的時候 Tenget 1除以1 1.55多 0.5的時候 1.092 0.1的時候 1.0033 所以發現這個0 都會被兩個0 然後再四個0 到後面有6個0 就代表說我們 A4往0靠近的時候 0的右邊帶進去 所謂的0的右極限 它會等於1 所以這邊有沒有看到它是0 plus 0 plus 左邊講 你帶1的時候 負0.5的時候 負0.1的時候 事實上 它也是會 趨近於1 所以0的左極限 我們算起來的話 它也是趨近於1 那所以 這也是符合我們剛剛 在匯組人員上 所看到的那個結果 而且剛好 在這個點帶進去 0分之0 它變成是 511 所以我們 Tenget的這個結論 它的這個 Limiter Tenget x除x 是當X靠近0的時候 極限 這答案一樣是等於1 所以這個表格 我想大家自己去按一下 大概不用按那麼多 大概一時一時 按個兩三個 而且大家 你會發現 它那個圖形是對稱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右邊有什麼 左邊就有什麼 我們剛 剛才Tenget x除x的 這個 它在0附近的那個圖形 是有一點點 這樣子對稱 像那個四函數的 跑路線圖形 但它並不是 簡直 不好巧合 不好巧合 所以你 大概把右邊帶一下 算一算之後 左邊就跟它是 一樣的 這邊跟它是一樣的 可以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來 所以62月這個傳統 其實大家注意到 它的問題是 希望我們去 按計算機來 觀察它的 那麼 大概就是 讓你們從圖形上去做觀察 這樣子就可以 有一個了解 有一個認識 所以 圖形 真的 確實在 幫助我們去認識一個函數 是很有用的 很有用 因為大家都說這個 譬如說什麼 未知數 這邊舉的這個例子 Sanx Sanx 感覺上都會覺得有點抽象 好像離我們生活很遠 但是你如果把它的圖形找到了 觀察圖形 就會覺得看到有個東西在那邊 然後它現在是 對0來找極限 那麼你就只要 Focus在那邊 附近就好 其他的就 不要管它 其他的就不要管它 好來 所以我們的 62頁這裡的兩個表格 我們大概就希望同學 破 破過那個 函數的這個圖形的軟體 去做一個搭配 做一個搭配 來 那麼我們 下面我們就看到 這個重點是什麼 連續函數 我們看到我們的 1-3的第二段 連續函數的認識 所以我們前面 講那個函數的極限的計算 什麼 右極限 左極限 然後呢 這樣弄了半天 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為了現在這個東西 叫做 連續函數 好 連續函數 來連續函數這邊 老師先把它的 這個 名字講一下 這個連續函數 是在我們作為積分計算的時候呢 一個蠻重要的一個什麼 一個一個 算是一個條件 或者說是一個現象 那麼 那連續大概就是叫做Continuous 對不對 Continuous 那麼這個地方 我們看觀察到什麼叫 數學上什麼要去規定這個 所謂的連續來做Continuous 方言這樣子 它其實就是什麼 圖形沒有斷掉 圖形沒有斷掉 也就是說 不會產生空經典 也不會產生分開的 的一些 當然不管空經典 或者是分開的 我們在前面的幾個例子 前面幾個例子 尤其像我們的 56月那個立體二 立體二那個時候 老師講的蠻久的 就是那個圖形就是 很刻意的設計的一些 分開的點 空經典 斷掉的點 讓我們去做 觀察它的極限變化 那 當然那個立體二的圖形 它是經過一個設計的 但現在我們這邊所看到 就是說在高中階段 我們講 這個一次函數 其實是國中講的那個 陷阱函數 然後再來二次函數 然後呢 高一的時候 第一次也要講到三次函數的認識 高二的時候 指數函數 對數函數 到SineCosine這些 這些都是我們過去 曾經提過的 這些函數的一個 名稱 那個別我們在上 譬如說我們上到 上到Locker 上到SineCosine的時候 我們也都 讓同學們認識了它的圖形 那 這些圖形 基本上還有像 這二次函數就是 跑過去 對不對 那三次函數 它會 比較從三項線到一項線 這樣子 這個去做一些 或者是 比較變化型 會變成像一個 N一樣的一個圖形 那這些圖形 基本上它多項四函數 都是一個連續函數 圖形都不會斷掉 包含像三函數 我們剛剛也透過 揮囑軟體 我們也複習一下 它是像一個波浪型的一個圖形 那指數對數的話 指數對數它就像 指數是從二項線往一項線 對數就是從四項線去往一項線 這兩個圖形 基本上也是沒有斷掉的點 所以這些 我們已經學過這些 這些都是叫做連續函數 連續函數 那當然並不是所有函數都是連續函數 這個就要去做討論 就要做討論 來我們請看到 六十三頁這邊的 內容 所以六十三頁這邊的 我們根據連續函數去做一些說明 就直觀上 我們就是看到它是怎樣 連在一起就是它不會斷掉 所以這邊圖形十一 這三個圖形我們做個對照 以圖形十一而言 X靠近A點 那麼我們發現Y座標會靠近到FS值 Y座標靠近FS值 而且這個地方是實心點對不對 實心點對不對 這時候大家看到下面第一句話 我們就說圖形十一的 函數呢 在X等於A是連續的 所以本身圖形十一 這個綠色的這個圖形 它到底是什麼函數 說真的我們也不確定 因為也許看起來它也許有 像SightCosight的這個樣子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二次數 它的力量係數是負的 那當然它也有可能是別的 這個不同的函數 都也許剛好它某一段 就是像一個彎曲這個樣子對不對 那所以不管它是什麼函數 反正我們觀察到 在A這個點是實心點 它可以叫做是所謂的 延續這樣的一個情形 這樣的一個情形 可是大家重點看到12跟13 12跟13 圖形12的話請看到 圖形12在A這個點的時候 這個虛星對上去 它是不是 從A的左邊靠過來 對到下方的這個 空心點 從A的右邊靠過來的時候 它對到上方這個實心點 而且本身 右邊靠過來的這個曲線 和左邊靠過來的這個曲線 這兩個它很明顯是 分開來 分開來表達 或者說它是兩個不同的函數 所以這個我們就叫做斷掉了 這個接不起來 這個接不起來 所以 以圖形12而言 在A這個點 它就沒辦法產生一個連續的一個狀況 無法連續這個狀況 在圖形13也是一樣 圖形13它這個Y等HS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函數沒有錯 但是很不幸的在 A這個點它是空心點 這個情形 圖形13這個情形 就有點像我們剛才 那個62頁的那兩個表格的函數 比如sinx除x tangentx除x 在0那個點的時候 我們在 會怎麼去 按 它的那個坐標 事實上是問號 就是代表它是不存在無意義 不存在無意義 但是我們圖形上看起來 你會覺得好像 它是連在一起 那是因為它 密密麻麻的接在一起 我們那個 那個圖形上顯示 坐標它其實是 我們如果再把它拉開一點 它就變成是會斷掉 所以圖形13這邊 它雖然它這是同一個函數 但是它在A這個點的時候 它產生空心點 而且你會發現 它在上面有個時經點 就代表說 在A這個點 它的函數值其實是這個時經點 那這個時經點 它跟我們的這個HX這個函數就沒關係 它是跳開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跳開的點 所以這邊我們大概把這些 狀況把它提醒一下 它是一個跳開的點 它是一個跳開的點 它沒有辦法跟實際的圖形就接在一起 那像我們的中間這個圖形 它是產生的是一個斷點 在A這個點它產生的是斷點 所以圖形本身也是分開的 是分開的 所以大家看到它下面的說明 那一節要下課了 好來我們把這段剩兩行 我們把它看完就好 來最後看完這兩句話就可以了 剩下問題我們現在就來做 來圖12圖13的函數呢 在A等於A叫做不連續注意 不連續 那麼可以觀察到 不論X從左或右 去A的時候 函數都必須要有極限 這個極限就剛好是FA 即LimiterX靠近A minus 也等於Limiter靠近X靠近A plus 會等於FA 所以這裡就得到說 從上面三個圖形來講的話 就是左邊這個 函數值就跟極限值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叫做是一個 連續的狀況 那像中間這個它是分開的 右邊這個它怎麼樣 它是斷掉的 所以它都叫做所謂的不連續 那注意不連續 我們的那個以後 你們如果看 那個英文版課本 他就直接這樣寫 他就加上 DIS discontinuous 就叫做不連續 就叫不連續 好來 那麼我們大概 這一節就先到這邊 所以我們大概這三個圖形認識完 我們六三月 我們下一節再從這個 它的這個方塊來上 然後老師把它關一下 好吧 來我們就